食物都可以帮到你没有肚子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定 我刚刚说过要定时定后吃东西 如果你不定时定后吃东西 我们身体那对士多房的兵 就经常说 老板下一餐什么时候有东西放下来呢 不是啦 跟他处粮 处粮 处粮就是把脂肪积序 就是处在这里 但我们又不用 不用就积序 那对兵你没有给时间表 给他几点钟有东西放下来 是不是 越是这样没有定时 你就越是处多了资货 处多了粮 多了粮 而不拿出去的那些储备金就变成了资货 政府有这么多储备金就好了 我和你的银行有这么多储备金就好了 资货积聚 你就浪费钱了 买过那些库 真可憐 还有一样 七成饱 尝试吃七成饱 很难顶呀 七成饱 对呀 美食当前 美女当前 我们都要看一看 美食当前 买在这里当然吃 试一下 七成饱是好的 初初开始的时候 你会有可能觉得肚饿 中间呢 小食多餐 小食就叫七成 多餐就吃多些零食 零食有得选择的 我们很严格选择的 什么呀 不要吃那些油炸的 不要吃那些加了糖那些 不是 花心加了糖那些 糖衣花心 正啊 不要吃咯 鬼不知正吗 正你不接着 你不肥 肥你又不要说我没教过你咯 是吧 不要吃那些 天然一点的 不要加那么多 古灵精卦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还想听多些 当然有很多东西 告诉你 不过 试了以上的方法先 留意这个网 留意这个平台 可能我下次会 和你再谈一下